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看好萊塢的電影的時候呢 描述男女主角一見鍾情 他們最常用的形容方法 就是看到對方的眼中 深深的看進去 看到自己靈魂的深處 然後就勾動天雷地火 然後就一見鍾情 所以眼睛理論上應該是 如果整張臉不是那麼完美的人 他們的眼睛應該還是可以 散發出不同的魅力來 就是如果只露出眼睛的話 你會有一點不確定 他整個五官到底是好看或不好看 因為有的時候眼睛很亮 你就會覺得好像滿迷人的 所以等於武俠片當中 有的時候那些女俠 把這個遮住 只露出眼睛 你看起來覺得很棒這樣 我們今天邀請女明星們 要接受眼睛的放電考驗 然後他們要用他們的一雙 迷人的眼睛來勾引異性 所以會有150位男士 這150位男士當中 包括了50位是演藝圈內的男士 然後另外100位是 街上我們找到的 不同行業的男士 就是他們要來看 這10位女明星的眼睛 那這10位女明星 理論上既然在演藝圈裡面 應該露出整張臉的時候 也不至於讓人想要踹她才對 有屁股在 對 康熙調查局今天針對現場 10位女藝人進行調查 調查的主題 誰是演藝圈放電女明星代表 究竟現場10位女藝人 誰可以突引而出成為演藝圈 最會放電的女星代表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今天的康熙來了吧 另外今天有3位男性代表在現場 來發表她們意見 好 歡迎3位 來 謝謝 真的有被整張臉 其實並不出色 可是卻被眼睛電到的經驗嗎 比如說去新馬的時候 我記得我去吃那個早餐啊 然後它那個飯店就是很多 很多不同的宗教的人 所以我看過那... 我隔壁桌的 就是一群他們都是這樣 戴面紗 對...戴面紗 然後我就覺得 他眼睛好大好亮 可是因為基於宗教 你要有禮貌 你不可能過去跟他打場 我也不能跟他講話 甚至於碰觸 可是我們在隔壁桌 我們就是一直在聊天 然後覺得那女生眼睛好深邃 好大好亮 是 所以你說眼睛裡面有沒有靈魂 是很重要的事 對 很重要 對 而且它是沒有上什麼妝這樣 而且老實說在夜店的時候 是不是燈光不亮的情況之下 眼睛其實閃閃發光的 對 有些女生...對 酒喝了之後 那個眼神就會... 在夜店大家眼睛都會長 眼神迷蒙 對 你們有愛嗎 有 眼神迷蒙心頭 你最愛來的最愛好 這一天我沒有要問你 你又不喜歡看女生的眼睛 沒有... 我老實講 你倒是轉得滿順的 對 稍微點了一點台階對不對 不是 你喜歡看女生的身材 是不是 這樣我給你台階下 在哪裡 你給我啊 台階在哪裡 你給我啊 可是女生會看男生的眼睛嗎 會 當然會吧 可是你們喜歡的男生很多是 單眼皮的男生啊 對啊 因為男生很迷人耶 可是你們自己化妝的時候 都把自己化成大眼睛啊 沒有人化單眼皮 要看男生大眼睛比較好 男生如果大眼睛的話 就表示他體力很好 你們兩個是來幹嘛 真的 身材很好 哪有喔 真的 會比較久 有嗎 是太誇張了 看皮膚吧 Kin 你在幹嘛 Kin 你在幹嘛啊 秀慧 秀慧今天口紅用的是 什麼年代的口紅 是頭紅色的 現在很流行的口紅 有沒有看紅劇啊 韓君她是紅色的耶 紅紅色的顏色喔 妳是查到媽媽 韓君女主角媽媽的顏色 是這樣子嗎 多人都說這顏色很好看耶 楊秀慧妳今天要來參加比賽嗎 我知道 沒有... 沒有什麼不知道她來參加什麼 沒有參加比賽者之一啦 妳怎麼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 人家叫我來 我就來試試要比賽啊 李鼎君啊 真的喔 對啊 比較比啊 誰怕誰 沒錯 另外九個人當中 妳輸給哪一位 會覺得非常的福氣 福氣喔 也值得喔 很甘心輸給這個人 對 這十個女明星當中 有任何一個的眼睛 妳覺得會威脅到妳的嗎 我覺得趙小喬的眼睛滿飛的 對 是狐媚嗎 真的嗎 我覺得她是 把眼角都綁到飛起來是不是 沒有 妳今天是... 妳是想要靠這一招來顯勝是不是 沒有 我跟妳講 我以前年輕的時候更飛 是長這樣 就整個臉是這樣 很棒耶 她現在講到年紀的問題喔 所以咧 沒有 妳要台階嗎 對啊 然後現在我自己化妝 都已經努力把下面往下面畫 可是她還是屬於我的眼睛 妳是在苦惱於自己的眼睛 太緊繃嗎 不是 我是苦惱 我自己的眼睛太往上 對 她的眼睛很貓眼 所以她從以前都畫娃娃眼 就是往下的 她從來不會把眼線往上 對 我已經努力往下畫 我懂了 秀惠姐是想要擦 跟韋如一樣的口紅是不是 為什麼效果有擦這麼多啊 對啊 有啊 可能換起來用比較久吧 有擦嗎 差不多耶 我是想說 那妳說年紀妹妹擦紅一點 跟她拚了 韋如妳的唇色跟她 是同一個唇色嗎 應該不同嘛 但很像 可是為什麼不一樣啊 因為這可是比較復古 那秀惠姐弄起來都復古 對 秀惠姐比較黑一點 為什麼秀惠姐感覺比較乾啊 對 因為她是複面的 這是韋如的比較嫩 粉嫩的感覺 她是油亮型的 她是乾型的 照理說她乾型的 其實是現在實價最流行的 她為什麼... 她為什麼有一種那種 就是出某一種餅 然後上面蓋了一個髒的那種 對... 謝謝啦 對不起 王影萍的眼睛應該算... 妳眉毛很濃耶 我本來眉毛就還滿濃的 所以不是畫出來的嗎 是我毛就還滿粗的 可是王影萍的眼睛 有一點偏腫性妳們覺得 對 沒有腰 不腰 可是我以前... 他們都很喜歡我 就是要女生的感覺 然後要女人味 所以他們每次都會把我拉很長 拉長 然後可是導致我現在 自己化妝的時候 我就不會拉那麼長 請問婷婷是穿著採茶的衣服嗎 採茶 只是想會顯瘦 OK... 對... 對... 而且妳那次很容易男生要搭賽 如果不喜歡妳就挺出來 Sorry 對啊 男生其實覺得是很抱歉而已 還是人家... 馮媛那個眼睛太厲害了 對 馮媛的眼睛無敵吧 可以說是無敵的啦 小狗眼 對啊 超投喜的眼睛 而且她眼睛其實滿好認的 對 但是跟我們這樣都遮起來的 其實她有幾個女藝人 因為比較常在一起錄影 其實有時候 妳認得出來 完全認對 不過其他男生 可能沒有妳這個眼力喔 因為畢竟不是朝夕 因為其中有一個 馬上就被我逮捕 等一下再告訴我 楊曉筑的眼睛 她是發電機耶 我覺得她也滿吃香的 因為她也是妝很淡 對 可是楊曉筑如果是只有眼睛 作戰力強嗎 因為我以前就是 常常戴口罩出去 然後就是遇到陌生的人 她們不知道我是誰 可是她們就會跟我說 妳好漂亮喔 我今天想說 妳只看到這邊而已 她最年輕的沒有 沒有人要客氣 她最年輕嗎 因為她年紀最小 而且她都可以 把自己打扮得成熟 她年紀真的年紀很小 她沒有比夏語心小吧 我覺得我們應該差不多 我28 那她小 小很多 小很多 她16 她16還幾歲 妳怎麼還在20來 對啊 她超小的 請問左上方是有一個 穿太空衣的 應該要把她發射到 發射到外太空去嗎 這個也是韓系 我聽說以前那個照劇 這個也是韓系 不是 這...我要... 請你回衝動好嗎 不是 因為我沒想到今天坐起來 還有一個這個台子 我全身都被擋住了 妳全身怎麼樣 我下面還穿裙子耶 看看啊 然後他們說 結果你看 這樣拍得到嗎 就...然後怎麼了 妳還是應該已經衝動嗎 我剛才是還說 這個要用P的 因為我想說坐摺的時候 已經...你要用P的 等一下喔 好像瘋喔 準備好了嗎 好 一樣啊 衝動 沒有 就這樣吧 妳的任務應該很危險吧 沒有... 妳的眼睛很大顆耶 對啊 而且應該是算寵物眼吧 對 其實有點就是 牛眼... 他就像西施犬啊 西施的眼睛這樣子 比較天日系 妳今天應該算是有一線生機才對啊 有啊 因為我從小 我的眼睛就被人家說 很像那個日本漫畫 因為小時候我們都愛看漫畫 就是很大圓的 票選的時候 沒有播放妳們的聲音吧 沒有...只看眼睛 播放就破功了啊 那有 那妳有一線生機吧 不是 因為妳的主才24歲 跟65歲的秀慧姐比會不會 對... 65歲啦 沒有啦 35...35...35... 我是65年次啦 不是65歲 不是65年次 不是24... 沒有啦 1965 怎麼... 1968 1968啦 不要亂講 1968喔 對啊 1968啦 10歲要叫我跟誰比 就岩浩祖 妳後面的才24歲耶 沒有 但是看照片看不出年紀啊 對 不會啦 我們都是洋家將來的嗎 對... 妳是洋家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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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嘛比來比去妳說是不是 對不對 是... 瑪莉亞當場下戰帝 洪元珍隨時應戰 是 那千萬八本子拿出來寫 另外九根當中 妳出給誰妳會想死的 瑪莉亞寫的是 洪元珍 妳出以後會想要死 因為我覺得她是洋妹型的 哪裡...洋妹型喔 剛剛寫出來 我是瓜哥的助理主持 是 瓜哥的助理主持也是他 然後瓜哥每次都說 他每次都看著我 然後哀聲叛氣 我就跟他說有一天 我一定比洪元珍更漂亮 那一天... 沒有 他就變一天 我要配奧你 好 所以呢 我們現在請這十位女明星 是要告訴我們說 她們覺得另外九個人當中 輸給誰 她們會心甘情願 來 我看 大概就差不多耶 票數好像滿... 很集中耶 大家都願意輸給李妍瑾跟小喬 跟馮媛珍 有我 瑪莉亞妳寫誰 秀慧姐 妳願意輸給她 對 因為當同路線 對啊 因為...對 因為我也是從小看她這樣 看她節目 對 而且我... 她媽媽跟我說 這九個對手 最後一個講到秀慧姐 我真的很感動 因為她跟我們畢竟有一些 年紀上的差距 然後她願意來比 我就願意輸給她 妳跟她媽媽講 她看過... 她看過... 她看得好像覺得是 從兩節的晚會 近老真學 她是同學票耶 好可憐喔 她處於孝心運 輸給李妍珍 她真的是漂亮的啊 她是漂亮的 秀慧姐聽到不會開心喔 感覺秀慧姐 那也是國外座而已 幫我發一發 再幫我收一收耶 這個人真的很厲害 好 那請你把本子拿起來寫 另外九個人當中 你輸給誰 所以妳會想死的 也許是秀慧 應該也有鬥志吧 有 有啦 應該有妳不願意輸給她的人喔 因為今天又不是比年紀 是不是 是比器官啊 是不是 真的嗎 這也是外人的 你需要比肝臟還是腎臟 好 來 請給我看答案吧 你是很平均耶 很平均 瑪莉亞 楊秀慧... 夏語心 小喬如果輸給夏語心會想死喔 不過我覺得語心她的眼睛 混濁 不是她五官最好看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如果要比眼睛 我還輸給她的話 那就... 沒道理 所以在眼睛說夏語心 是輸給楊秀慧的嗎 什麼意思 對 妳覺得輸給楊秀慧 也不能輸給夏語心 因為秀慧姐眼睛還是是很大 很霜的 然後夏語心真的 在眼中就覺得眼睛最弱的一個 就是夏語心也輸瑪莉亞 因為瑪莉亞她的眼睛 她們很像漫畫眼睛 當舊眼睛來講 她真的是漫畫眼睛 就是有多少女生很羨慕 那個眼睛是這樣 依據我手上現在所看到 你們女生們互選的名次結果 其實跟妳懷抱相同意見的人 她們並不少喔 是假的 所以我就說我是漫畫眼睛吧 我不是在聊妳的事情 好 然後上一排呢 楊秀慧... 楊秀慧 楊秀慧寫的是 我人性這麼好 謝謝 瑪莉亞 瑪莉亞寫的是 妳是為了她會想死 那妳可以去死了耶 很容易... 等一下... 等錄完嘛 我今天真的是把她當勁敵耶 而且又排我們兩個坐在一起 等一下要有人站在這裡 來維持資訊 我跟她是有一點就是世仇啦 有一點私人跟怨見 妳跟她有什麼關係啊 對啊 而且妳排在這邊 是因為鏡頭不就好閉妳知道嗎 天啊 沒有 因為我跟她是同類型的 哪裡 同類型喔 恩病耶 妳要讓我講完 就是你們一直不知道我內心 我其實受到她的影響跟... 我一直活在她的陰霾裡面 真的假的 真的 因為你們都... 我一看開始出來 我是瓜哥的助理主持 是 瓜哥的助理主持也是她 然後瓜哥每次都說 她怎麼以前都... 就如果看到她上節目 或是她來我們節目 瓜哥都說 她以前也是我身邊的助理主持 現在都變這種 她每次都看著我 然後哀聲叹氣 我就跟她說 有一天我一定比馮媛珍更漂亮 妳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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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妳的今天 我要KO妳 瑪莉亞如果從蟲洞 去了比較久遠的星球 然後回來的時候 馮媛姐已經87歲 那一天嘛 就有可能 對 這個時間真的是重點 因為瓜哥提到她 還說15年前 她拿我跟15年前這樣比 妳就知道我們兩個其實有一點... 她是...瓜哥都沒有提過我嗎 因為我也有耶 她可能以為你是懶的吧 瓜哥... 瓜哥哪有自己裝不下這麼多 寵物的陰影 我覺得她裝於瑪莉亞就對了 你的容量太大 你裝進去... 所以我們現在要看就是十位呢 你們自己互相投票的結果 所以這不太準確 因為你們都知道 彼此長得是什麼樣子 所以不是真的平眼睛 所以我們簡單看一下就好了 那目前在米老鼠的旁邊... 不是 大家好 我是李耀娜哥皮卡丘 我的絕招是十萬福特的墊 來 請看一下 不是... 不是... 我們墊不應該洞洞嗎 所以你能夠放... 你能夠放十萬福特的話 意思就是說 我們現在拿墊筆過來的話 那個墊筆一定墊不到你嘛 對不對 沒有啦 房間沒有酒配 有啊 沒有啦 有墊筆嗎 墊他... 真的有耶 不是 還真的去哪 沒有啦 我沒有撕這個啦 沒有了... 因為你的墊強過他 墊筆就失效了 沒有 其實我跟你講 就我的眼睛也是厲害 有沒有看到 這樣 怎麼樣是看剪剪的感覺 像這樣 像是OK啦 眼神 我看一下... 你眼神好空洞喔 我覺得你... 他是少數演藝圈的男生當中 我覺得眼睛空的 沒有靈魂的人 像你們三個人眼睛 都有個性跟靈魂在 可是他是少數 沒有氣的眼睛 對 沒有氣 又要眼窩太深了 我覺得這種東西就是說 我們可以詮釋任何的角色 都可以 就都沒人性嗎 不是... 你懂什麼角色 我就繼續那個角色靈魂 好 來 美老鼠 所以我們從中間好 來 看看第五名吧 好 第五名我們看一下 是誰啊 請看 來 妳看 不錯啊 妳OK嗎 在中間 可以 我們看一下第七名 好 看一下第七名 請看 好 雅雅珍 這應該很奇怪耶 這麼雅雅珠難看到第七名喔 會不會是因為你們給的照片 沒有 我沒有看照片 我們女生沒有看照片 沒有 我跟你們講 比方說馮媛珍就給了雅雅珠 是排在第六名 她說 小朋友才可怕耶 因為她年紀最輕 所以我會覺得 她可能比較不會放電 就是可是比較天真的眼神 雅珠從小就很會放電 而且剛剛每拍過 一部戲的男主角都會被她電到 都有愛上她嗎 就是她都會有傳出緋聞或什麼的 就是她的眼睛很... 妳眼睛給雅雅珠排名第八名 她說她眼皮有點單 男生不會喜歡真的嗎 就我記憶當中喔 但今天開始很漂亮 真的假的 妳很害怕 妳很害怕 我轉性了 妳不是東區裡不怕嗎 沒有 我講實在話 因為她之前到我家打麻將就 眼睛比較沒有那麼有趣 沒有 因為很累了 對 因為打到早上七點 楊秀慧給楊雅珠第九名 妳哪一位 我是說楊家醬嗎 妳看我哥現在很明顯耶 她們已經分兩派了 就是比較老女藝的那派 年輕的一派 不是 那時候我實在想不起來 楊雅珠我一直以為是 演童星長大那一個 楊小明 對 所以我就搞來搞去 都搞不清楚哪一個是哪一個 我今天看到才知道 改成第二好了 我們往上走 好 我往上走 好不好 看一下第四名 請看 楊雅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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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怎麼會跑到第四名去啊 楊雅珍應該第一或二個多 我沒有... 求妳很差喔 到底是誰 我知道 我覺得 應該是女生覺得這種眼睛 我跟妳們講 我跟妳講 她很有心機 忌妒 為什麼楊雅珍會排在這個名次呢 因為楊雅珍給了自己第八名 所以她常在這個關口裝可憐 然後等一下就可以一腳 來這招 對啊 力轉勝啊 這最好看的 可以來這一招喔 妳真的很有心機耶 怎麼會把自己放第八 而且還不能放第十喔 對 這太明顯了 對啊 放八 不過也有人去認真給楊雅珍 第一的名次耶 小甜甜給了楊雅珍排名第六 我覺得還OK啊 因為我覺得她的聲音 強過她的眼睛 這話滿傷人的耶 怎麼了嗎 就是因為聽到她的聲音 會...就是可能忽略她的長度 可是妳真的很不公平 因為她的眼睛今天算厲害了 好不好 我沒有覺得不厲害啊 只是 女明星互選她進不了前三 是什麼意思 正常 因為是女明星啊 妳不要說話 妳... 瑪莉亞給楓雲跟第十名 什麼意思 這個是妳幹嘛 我憑良心講 她的眼睛是可愛 削勾眼 很幼 但是太幼了 我不喜歡 又不是問妳喜歡嗎 真的嗎 我自己都不喜歡的 男生會喜歡嗎 最後三個是 甜甜 瑪莉亞跟楊秀慧的話 那麼第六是誰啊 那就是夏語心 或眼睛嘛 對啊 我眼睛沒有太遠 眼睛應該在前面的 好 所以我們覺得第六 應該是夏語心吧 好 來 看第六吧 好 請看第六名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妳怎麼會有第六啊 怎麼可能會有第六啊 怎麼可能會有第六啊 而且我給了我自己第一名耶 你們怎麼可能 因為他給我看清楚 可見 請到人給妳多滴 我知道了 佛妍珍救了妳 佛妍珍給妳第三名 什麼跟什麼啊 因為他說他自拍非常厲害 就是修憲 修憲 他自己來往去救他的 那妳給馮儀珍第六名 第六名啊 黃瑩萍也給了甜甜 其實大人不慘耶妳 黃瑩萍也給甜甜不錯名次 她給妳第四名 真的覺得他瘦以後 他整個樣子不一樣 他瘦他眼睛的距離 也不會變近啊 不是...我覺得他... 不是...他換了妝眼 妳有看見他的眼睛 是在太陽穴上面嗎 沒有...沒有... 而且你知道你什麼時候 你不覺得他... 感覺他的桃花就還滿多的嗎 我覺得跟甜甜 一起去外太空很安全 因為他可以看到左邊跟右邊 她的眼睛視角是360度 好變色喔 妳看著我們 但是妳其實可以看得到 馮媛珍對不對 妳人家在平時是應該... 她的手在平時是應該... 而且妳看得到醫藥攝影機嘛 對... 現在燈在亮了 黃瑩萍 貝斯豆腐 小燕斯的當場大不願 其實有一個男生就是 約大家一起吃飯 然後他說好嫩喔 結果他突然後面就講了 可是妳的年紀已經沒有像 背後那麼的Yuki了 是明星嗎 不算是明星 妳認識啊 會是我老公吧 對 對 妳認識我嗎 好啦 妳知道我不是在嗎 看誰來啦 八、九我還能接受 如果到十的話 我真的不能接受 那妳不會要前三吧 那是如果有的話是很好 不強求... 我們看看前三好啊 來 第三 我們看看第三名 請看 有 好 正常... 好 請可憐 那我們再往上好了 好 後面來一個正常 十位女明星互選的 眼睛漂亮的第二名 好 看看第二名 請看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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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名 好 這樣第一名 第一名 嚴禁 嚴禁 第一名吧 那倒我不能接受喔 不能接受 第一名 嚴禁就完蛋了嘛 第一名如果是楊宣輝或瑪莉 我就立刻離開這個攝影棚 對啊 妳不要這樣 妳不要這樣子而已 我們兩個走 我們自己走 妳坐下來 妳自己下來 我們看看那個第一名 會不會造成小孩子 離開攝影棚 好 明星互相票選 眼睛最有電力的 來 請看 是不敢得罪她吧 所以怎麼辦 夏語心真的掉到後山明去了 我有點難過耶 你會不會又輸給薛慧姐啊 怎麼會連女明星護水 妳都這麼低樣啊 我覺得是滿高的耶 真的喔 我覺得可能大家對我眼睛 沒有太大的印象 彭仁珊還是在攻擊 比她年輕的人 就說她歷練不夠多 放不出電來 然後趙小喬說她 卸妝以後可能是死於眼 你到底想要怎麼樣 死於眼啊 你到底想怎麼樣 我要寫應該可能 然後有把它標起來 應該可能 我想像中的 瑪莉亞把夏語心排在第九名 她說因為她自己跟夏語心 是同類型的要排練 妳剛才說 童原真 妳這樣跟夏語心 不是 童原真是外型 那我跟夏語心就是我們... 我本來以為她也是年輕活潑的 結果她剛剛講到28 妳知道妳跟誰才真的同一型嗎 就是秀慧姐 妳看 就在這邊 我看 我覺得妳跟瓜哥是同一型的 對... 好 女王鼠 是的 我們看第十吧 好 我們看一下 第十吧 好 女王鼠 好 女王鼠 OK啦 OK啦 我覺得很合理 OK啦 我覺得很合理 而且你8耶 不是 而且... 你你就算了 8跟74 到底你們給幾分啊 這個榜沒有那麼重要 因為是你們十個人互選 等一下那個比較值得計較 對... 所以這個就算了好不好 輸個贏就算了 這不是男生的... 對 我們的眼光比較重要吧 那女王鼠 好 兩個一起揭賞 好 我們看一下到底是誰 那最後兩位 請看 YES OK啦 開心了吧 好開心了吧 好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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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差這麼多耶 有什麼好生氣嗎 沒有... 好開心 你21耶 你以為快可以的8耶 我21耶 你看 你很介紹我們多少 是嗎 我跟你講很厲害 我覺得我們下一次應該 扮女明星的鼻孔的比賽 不是說噴張很像 鼻孔嗎 那個鼻孔版本會怎麼利用 秀慧第九OK啦 隨便啦 好啦 可以啦 等一下那個榜比較重要 這個榜比較重要 這個女生都嫉妒啦 她越怕她就爬越後面 甜甜應該不會認為 你在等一下那個榜上面會... 我覺得我應該會滿前面 因為真的很多人誇獎我的眼睛 你們在座三位男生 有人誇獎過她眼睛嗎 你不算... 她不算...正常的 人都有分辨美丑的能力好不好 但我們說正常的男生看 但她會說我的眼睛 然後嘴巴 然後在腿 腿 什麼 對啊 一定一聽就知道她在扯 她說你是不是才能道高的吧 等一下 如果... 如果真是我講講話 S姐早就有反應 她難得認同耶 妳是在放空耶 她累了 妳講話 她累了 妳講話的時候 我就會稍微休息一下 如果... 如果照剛才那個前三名 是李妍錦 趙老師跟王穎萍的話 王穎萍 這個榜 妳期待自己在前三嗎 這個我覺得就不準 因為她只有看眼神 我覺得應該會在比較後面一點 妳眼睛坐在哪裡 妳沒有信心 我自己覺得沒有很會放電 OK 經過第一輪 現場十位女藝人 相互投票結果出爐之後 所有單位特別找來演藝圈 50位男明星 還有100位街訪男生調查 究竟在異性的眼中 誰能勝出 成為今日康熙調查局 放電女冠軍呢 那麼150位男生選擇眼睛 而不知道他們真實的身分喔 也不知道整張臉長什麼樣子喔 我們現在先來揭曉 150位男生票選 這個排行榜的第五名 第五名 看中間 請看 2號 2號 2號得不到... 2號得到了872票 我們來看這位2號女士 是得到這個大家的評價 我第一名呢給了2號女生 因為我覺得她的眼神呢 特別的嫵媚 而且很性感 就是她會讓男人 會很想呵護她 包括我現在看到她 就會被她顛倒的感覺 有一種叫 過來過來的這種訊息 她就是有一種神秘感 還是滿有個性的一個女生 覺得她眼睛還滿有戲的 她比較秋冰秋冰的 感覺沒有太十足美麗 就是她的眼睛在那邊的妝呢 過度強調 所以呢 反而讓眼睛變小了 1 2 3 憶民姐 我覺得我真的做得非常對的選擇 如果以一個正常的男生來講的話 我想應該很容易被她顛倒 憶民確實她也是那種 眼睛不算是特別特別大的女生 但是她可以靠眼神的魅力去勾引男性 她的感覺就是眼睛其實很會放點 其實大家放錯這種點 一直都會放她 可是她放她胸部 但是其實她的眼睛其實是很有戲的 原來是名模 難怪她的眼神就是真的很酷 可是她是模特兒 她怎麼 她怎麼 眼神 感覺不太 不太有見人的感覺 對不對 這感覺像熬夜 那個沒睡覺 可能變成黑眼圈的感覺了 第一名應該是當時 妳已經得到了一個中間的位置了 就是像妳想像的 也沒有剛才那麼風光了 我沒有關係 我從來不知道這個 所以剛才很多男生還是有被妳見到 不過聽說妳最近對妳的背部 有點不滿意啊 就前一陣子... 就前一陣子有一個男生就就是 因為大家一起吃飯真的很多人 然後說 妳的背後的那個摸起來還滿舒服的 直接摸啊 沒有 因為很熟 然後就很熟 然後就這樣摸一摸 哇 好嫩喔 然後結果她突然後面就講了 可是妳的年紀已經沒有像 那麼...背後那麼的勇氣了 背部摸得出年紀來 因為就是說這樣看起來 就是很白白嫩嫩 我不是 修惠姐 妳給我手揉我摸她 對 不是 背部摸得出年紀嗎 背部摸得出年紀嗎 就是如果是以動物來講 烏龜就背部摸得出年紀 像那個殼對不對 對... 可是它會有皺紋的地方啊 對 因為有些其實 年紀比較長的 他其實如果皮膚保養很好 背部還是很光 而且這個男生 怎麼可以跟你講這種話呢 而且重點是 他為什麼可以在這邊 他為什麼可以這樣子 是喔 很多人都認識明星嗎 不算是明星 但為什麼我們會認識 妳們摩托公司的老闆是不是 沒有 不是 小愛認識啊 為什麼 又是我認識 講真的認識 不然就對妳吧 妳人妹有這麼廣嗎 這是長者嗎 真的對妳喔 長輩嗎 胖的還瘦的 瘦的 好 那就... 妳認識啊 OK 不會是我老公吧 不會... 對啊 他就有這樣講 因為他其實他照我的年紀 然後他仔細就開玩笑 他說 背後好好摸 我覺得很... 影萍不是說以後不要講 麥克的事嗎 我沒有講啊 好... 這是... 這個... 他剛剛背部有年紀啦 他心裡還是有妳的 沒有關係 你幹嘛亂亂給人家... 講出來是不是 麥克認識王影萍 好啦 那不是但我不存在嗎 沒關係啊 他對妳講話算還好了 真的嗎 他以為我那時候胖的時候 他說妳是雞鬼的 妳說我老公嗎 沒有啦 妳是誰 對 妳是誰啊 對 妳是誰啊 對 妳是誰啊 李安錦眼神超有勢 小威斯 異語錯誤 我今天預測到我後面的名次 超好看的 這件好難看喔 不是因為... 我今天早上錄影嘛 然後遇到潘老師 然後他不知道我還沒錄這一集 他說我給妳最後一名 他說妳那眼神好鏘喔 我們有一位帥氣隱中人喔 帥氣隱中人 他給李妍姐的眼睛 是拍在最後一名的 他說... 可是李妍姐的眼睛是這樣啊 這段應該是虛火拍的吧 沒有... 來 我們把第四揭曉出來 我們看一下第四名是誰喔 看一下好了 來 現在只會有號碼而已 是不是 五號 來 我們來看五號他的 五號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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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第一名應該是五號 因為你看光看他的兩個雙眼 那個透露出水汪汪 然後非常的圓潤 感覺是會說話的眼神 五號的眼神就是一部 趕快來保護我的樣子 眼神就是透露出一種保護我 你可不可以照顧我那種感覺 我其實沒有那麼喜歡說 女生濃妝大眼的那種感覺 可是他的眼睛水汪汪的感覺 完全蓋掉濃妝這件事情 對我來講的扣分程度 這個五號這種眼睛 我最害怕的 因為我覺得現在滿街頭戲 現在已經是2014年 快2015年了 還有人家裝五號 你看這種眼神的 裝五號 這是三年前的眼神了 拜託 現在藝人不要再裝這種眼神 好不好 老派 你明明眼睛就已經很大 你還要很無辜 你不怕你眼珠掉出來嗎 五號的這一位 劇情感覺好像是看到鬼路演藝串 張得很大 瞪著你看 除非她是歐陽妮妮對不對 是個小女生的感覺 不能演藝圈如果我把它打開 她還是像楊繡惠他們那一掛的 我一定會翻你了 好不好 以後通告上遇到 進一次打一次 對不起 這段不要播 不要播我的 不要 馮媛甄美女 有沒有 真的很美 媛甄我對不起你 馮媛甄 很萌的姐姐 果然 就是這麼漂亮的眼睛 然後搭配她的小臉 顯得她眼睛更有神更漂亮 馮小姐 其實她算是聲音耐 但是耐得很自然 一點不做作的這種女孩子 祝妳幸福了 好 媛甄 很意外的就是 藍明星的沒有太多上當的狀況 很多人在評論她妝可憐 其實媛甄的眼睛滿好認的 對 其實她這樣遮起來 我們在看的時候 其實我有認出她是馮媛甄的 對啊 可是她的照片是不是已經修片 修過頭了 角度 她是不知道什麼時候的照片啊 角度 也是就是幾個月之內的 因為大頭照的角度自拍 對 一般的男性對她的評價 比方說有一位捷克 她就只給了馮媛甄 排在第七 她說 她說 所以 然後 不過也有人給妳非常好的 就是說妳最可愛 讓我心花怒放 我看得都想跟妳走 什麼之類的 所以也有好評 有一個寫麥克華斯基耶 那就是麥克嗎 麥克 對 不是 說謀言真是麥克華斯基 麥克是華貝的 妳在一百五十年歲 噴嚏當中沒有進入前三名 因為我覺得我一開始就設定 自己在第八名 是因為我眼睛跟瑪莉亞一樣 是圓的 男生比較喜歡貓眼 就是會勾人的眼睛 所以我覺得像小喬那種 有一點就是勾人啊 還有我眼景我就評價非常高 因為眼景連不化妝 都是會勾人的眼睛 所以妳真是清純吧 所以妳真的願意把自己 放在跟瑪莉亞同等的 反正說妳跟她眼睛一樣 她會把這一段拿去 到處給人家看耶 不是啦 不是... 我覺得妳四我三 有可能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我想往後走一點 看看後段班的情況 好 我們來往後走 排在第七名的這位呢 我們等一下 米老鼠 妳把旁邊那個 我是黃色耶 黃色的 所以你是香蕉 OK 所以香蕉米老鼠 麻煩把那個 剛剛另外一張板子拿起來 就是號碼對照的 不是這... 好 所以等一下 我們揭曉第七是幾號的時候呢 你就把這個幾號的 臉掀開來給我們看一下 好 所以我們現在看的呢 是排在第七名的這位 看一下是幾號 第七名是幾號呢 請看 六號 好 我們揭曉六號是誰吧 我看不出來 我知道 我知道 米花是誰 你們穿誰 雅竹 雅竹是1 2 3 好 加油 我們要看得出喔 我們要講喔 我都看不出喔 所以妳太好看了耶 而且她可以頭蠟的 這很漂亮喔 就掉到很後面了 對 怎麼會這樣啊 因為只有看眼睛會... 大家會覺得她是一個 胖胖的女生 對 因為她眼睛上 好像有點肉肉的 對 會覺得肉肉胖胖 有一位叫做阿玲的男生 她跟說妳的眼睛的距離 隔了一座玉山 有沒有看錯啦 她是不是講小便宜啦 她的眼睛會笑 可是笑得有點浩呆 好像一樣叫浩呆 這樣就不錯了 她的笑 第一道就是變成一直線 就是很小...這樣 因為妳還年輕 蘋果肌比較多啦 對... 所以目前呢 馮妍甄跟楊雅竹 好像都跟剛剛的那個 女明星互選的名次是一樣的 是不是 對 還蠻準的 還蠻準的 奇怪齁 蠻準的 看看男明星們 對雅竹的眼睛的評價 其實六號這個的眼睛 算是很有電力 為什麼 因為她笑起來會笑 她笑起來的時候 就是會笑的眼睛 當一個女生 如果這樣頭歪歪 然後眼睛看著妳的時候 感覺她好像想要 虛鎖太多東西 徐二仙有一首歌 叫愛笑的眼睛 你看她的眼尾 是有點彎彎的 是有點微笑的感覺 她的眼神 感覺就是說 她有意思 但是是無辜的 就是好像說 我喜歡妳 但是妳要不要喜歡我 妳都可以 在演藝圈裡面 這種眼神 好 就是我只遇過兩個 一個是 一個是小優 一般來說我們放電 是這樣轉頭 這樣放電 然後它變得有點這樣 往上看 這個兩個眼睛呢 還一邊鬥雞眼 這個眼睛 有辦法放電嗎 是個美女耶 可是怎麼眼神 會怎麼像小優呢 雅筑 我對不起妳 雅筑妳到底要什麼 妳到底想怎樣 到底要什麼 妳為什麼要這樣歪頭 一般看到雅筑姐 跟電力是沒有太大的關係的 可是沒想到她只露眼睛的時候 電力無窮耶 還是雅筑姐 妳不如以後錄影的時候 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錄影 妳覺得怎麼樣呢雅筑姐 妳看雅筑 是不是 是什麼 資深國民美少女 雅筑我記得以前 是個非常青春的美少女啊 雅筑 發生什麼事了 發生什麼事了 不是妳講話老師 妳怎麼會做年輕人 憑什麼趁妳雅筑姐 對啊 對啊 沒有那兩輪吧 應該她是以路好來的 沒有 她以資歷 對啊 資歷 對 雅筑妳看她這個比賽 好像有點吃虧耶 在女生跟男生中間 都沒有得到好的 第七名我覺得OK 因為大家都太強了 因為如果跟路人比的話 我就覺得 那是不是要高一點 可是跟大家我覺得OK 但那些李妍我真的是 這樣跟妳講啊 雅筑 我有一個好消息可以告訴妳 請說 所以妳等一下看到第八名 跟第九名的時候 妳心情會不錯 我買了 很強是不是 所以也是一個 很不合理的名次嗎 我發現我那張照片 選得真早 這樣講 那如果等一下 三到一 我們可以不要看吧 香蕉米老鼠 香蕉米老鼠 那個 請你把對照的號碼 那個板子舉起來 好 然後呢 等一下我揭曉 第八的時候呢 好的 排名在150個男士所選的 眼睛最會放電 倒數第三名 也就會排在第八名的 這位是幾號呢 好 我們現在為大家揭曉 請看幾號 好 請看是幾號 3號 我們剛剛是誰 都要請揭曉吧 1 2 3 1 2 3 1 2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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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我哪有強敵都快出來了 因為我今天真的有預測到 我今天有預測到 我後面的那個名次 可是這樣真的超迷茫 對耶 我覺得這集好難看喔 不是... 因為我今天... 我今天早上有錄影嘛 然後遇到潘老師 然後他不知道我還沒錄這一集 他說我給你最後一名 他說你那眼神好ㄎㄧㄤ喔 可是他們男生不是喜歡這種嗎 沒有 我跟你講 可能跟我們調查的男生年齡有關係 小男生好像看不懂這個眼睛耶 我覺得可能是妝太容易啦 我們有一位帥氣影中人喔 他說... 帥氣影中人 他給李妍瑾的眼睛 是排在最後一名 他說像在抽事後菸 沒有喔 可是李妍瑾的眼睛是這樣啊 沒錯 都是在同組的 沒有... 沒有... 剛才女星互相票選的第一名 已經被幹掉囉 掉到我們的地方了喔 對啊 妳看到她第一名 我覺得我也很適面 我自己看到我那個眼睛喔 所以第一名的位子已經讓出來了 好恐怖喔 謝謝 今天小玉姐 這裡還有第十名 好 我跟你講 如果只剩下後兩個名次的話 那充其量也只裝得下瑪莉亞 瑪莉亞... 瑪莉亞 那表示小甜甜在前面 那不行 小甜甜也不能這樣 一號好像要找殺數仇人 妳看她的眼神 七號才像找不到回家的路好不好 沒有... 沒有 八號好像要... 她是怎樣喔 她是真的是迷路的小孩 九號好像在看眼科 照X光耶 對 九號是真的怪怪的 他怪怪的 九號 九號是演法 八號我也不懂 所以等一下... 等一下我們會看看 剩下的那個兩個名次 那現在我們看李明星 男明星對於李妍瑾的評價 我選的第一名是三號 因為我覺得三號有一個神秘感 她這個眼睛就在跟你講一些事情 有沒有 就是說 今天晚上好不好 OK喔 好不好 就是她 她那個角度有習慣 有一點從上往下這種 我覺得之後你們是 最懷用最方便的 好像大S在拍那個 那個化妝品廣告的那個眼神 女孩子眼睛有點微半開的時候 是最迷人最會方便 快來救我 快來拯救我 快來釋放我 我現在是單身 最後一名 還用講嗎 一定是三號 你看 這個掉眼袋 屬於說 掉眼袋衰三世 她這個不只衰三世 可能衰六世了吧 感覺最近運氣不太好 感覺有點衰 其實我覺得三號的眼睛 基本上是屬於一個 ㄎㄧㄤ狀 ㄎㄧㄤ 太厲害了 好像喝多了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眼神非常的淫蕩 很容易去勾引別人的那種 OK 她OK 她算是很有電力的人 但是她算是電力強大到 大家不太敢接近的人 李妍謹 那我 我眼光擦有沒有感覺 不好意思 妍謹 對不起 老妍耶 可是我認識她那麼久 我從來沒有被她電過 果然 還在 她就是 也是一個電力十足的女生 所以說她最近也其實在 就是各方面 對 認識這個人不覺得淫蕩 是因為其實她個性的關係 但是她的眼神的確 滿淫蕩的喔 你講什麼 你講什麼 很猜話有沒有 很猜話有沒有 很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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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助理身體健康 是一樣的道理 每個看到本書那個 空氣是凝結住的 我不想跟你講話 可是... 你有接受這些男生 有些人是認為 這個是比較放浪的眼神嗎 我就在放浪啊 OK 就是因為拍那個照片 就要性感一點 對啊 所以被講淫蕩是高興還是生氣 可是我... 剛剛有誰... 那個... 我跟你講喔 這些我們問的非演藝圈的男生呢 如果他們覺得 這是一個放浪的眼神 他們都給你很高的分數 像這個阿玲就給你第一名 她說 什麼... 這不是就放電嗎 就是啊 然後有一個叫做Vick的人 他說這是狐狸精的眼睛 我要邀他去我家 他去我家 就很到位嘛 對啊 然後有一個大家都沒有提到的 是這位小智先生 小智說這是一個太后的Feel 太后 所以是女王的意思是不是 是 可是不管怎麼樣 就掉到很後面的名次了 對啊 放蕩不好嘛 對啊 反正是宿醉... 這個150個男生的票選 太不對勁了 可能年紀真的偏小喔 所以他們真的不知道那個人是誰耶 所以是想說很真實的話 是單獨看眼睛 完全看眼睛 所以 有人覺得自己要掉到第九了嗎 我覺得 因為我自己選那個 妳要到第九 夏語心想要第十嗎 到第六是不是 差不多六可以 六我可以接受 六揭小的時候 要對照我們的號碼喔 好 沒問題 票選結果 是不是和妳想的一樣 而到底 誰會是演藝圈的放電女王呢 千萬別錯過下集的康熙調查局